鸡块的民众注意了 麦当劳宣布两年内 全美14000家门市 将停用含有特定抗生素的肌肉 包括麦克鸡块等肌肉产品 未来牛奶也要取自 没有打生长激素的牛 不过这项政策并不是用于汉堡 例如麦香鸡 但麦当劳是全球最大的素食业者 可能引起其他企业跟进 麦当劳去年营收下跌2.1% 还连续14个月出现负成长 加上之前上海福喜爆出使用过期原料 有专家解读麦当劳是为了 挽救日益下滑的业绩 该走主打自然食材的路线 重新擦亮品牌 成本可能增加 但专家认为经济好转 价格增加民众还是负担得起 不过却可能动荡肌肉供应商 长久以来的养鸡策略 美国1940年代开始 对家禽注射抗生素 防止疫情扩散 后来发现打抗生素 不增加饲料 就能养出更肥的鸡鸭 赚更多钱 但滥用却造成细菌产生抗药性 变身超级细菌 美国疾管局统计 超级细菌 每年造成全美两百万人生病 甚至夺走两万三千条人命 医疗费用更高达六千三百亿台币 这项政策目前仅限于美国 至于台湾的麦当劳 则会遵守相关法规 记者林家琪报道